黑色轎车打方向灯右转 驾驶跟在后头 扣镜仔细看 这台是黑的 原来是我骂嘛 黑色轎车车身侧边 贴满了手游广告 一颗骷髅头 还有火焰图案 一旁还有QR扣 整台车黑麻麻的 只有在把手的地方 露出一点点黄色 因为它是一台计程车 一般计程车应该是黄色的 然后这个 这是Uber吗 从车门延伸到车头 车尾 整台车都贴满了黑色广告 民众根本看不出来 这是一台小黄 因为一般的计程车 车身是黄色的 但是这一台和手游商 携手贴广告宣传 整台车变成黑的 只能够从车顶灯 辨识出它是台计程车 怪怪的 因为我们要搭的话 我远看 我也不知道它是计程车 对它来讲 应该会比较理想 但其实张贴广告贴太凶 可是会被开罚 经理站表示 计程车可以在两侧车门 或是后保险杆贴广告 像是车头 引擎盖 或是车尾 挡风剥离 统统不行 被检举可以开罚 900至1800元 就是依序那个900 那1100 然后上去 到时候它还不改正的话 就是到时候会把车牌 做个标过的动作 小黄 却变成了满车广告的小黑 监领站表示 这台计程车 已经被民众检举 近期会通知驾驶到 监领站检验 记者联机会 陈思愿台中 采访不到 这台计程车